好来看到花莲市花岗山新紫细沙池终于准备好换上新装 要对外开放了 那么在之前已经是完成安检以及改善的工程 那么市长魏嘉燕也欢迎大小朋友可以前往来体验弯沙的乐趣 花岗山新紫细沙池除了有大沙坑 还有许多共荣邮局 包括最具标志性的大金鱼隧道 以及各种色彩缤纷攀爬设施 在这次的维修工程中也针对地垫和细沙进行翻新 还有新设翼柱帆船造型摇摇乐 打造丰富又充满趣味的游戏空间 要让小朋友可以尽情放电 花莲市花岗山清紫细沙时换上新装 并在日前已经完成安检及改善工程 将在周二至周日每天下午4点至晚上8点来对外开放 我想大家也期待很久了 那也很多的民众很多的市民都在脸书都有询问我们 甚至打到花莲市公所来做一个询问 那在这边也期盼我们重新的回到孩子们的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细沙池 未来花莲市公所会打造更多的一个游乐的一个空间 跟游戏的一个空间给大家来做一个游玩的一个部分 而市公所也呼吁为了维护孩子的安全 敬请家长全程陪同 全场静置追跑碰撞 并请配合进入细沙池时不穿鞋不饮食 若有不当使用或有危险行为时 也请立即制止 至于相关详情和损坏通报 可以洽询华莲市公所财政客 记者 徐立琴 华莲市报导